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死 欸 在你回答我問你以前 我想先告訴你一件事 在不久的將來 我會是一位心臟外科醫生 病人把最重要的器官交給我 讓我奉布 修理 而我只把我的心交給一個女人 而減減溫柔 只有她 才能總共我的生命 我現在真的真的很生氣 花了十年 我自己變成獨立自主的女孩 我就花了十秒把我變成一個笨蛋 你和我是至今 我要開心還是要高興還是要神經 還是要回答你 然後呢 還好我有 握著一首情歌 輕輕的輕輕哼著 哭著笑著 我的 天長地久 你應該先做這件事 你應該先做這件事 陪我整個 清唱你的情歌 捨不得 斷斷副歌 心還熱著 也該搞一段落 還好我有 握下一首情歌 生命溫柔靜靜的 相用的河 又是誰 天長地久 天長地久 這件事 就是今 三年 你現在看孩子 我要跨過去 這傢伙 在我身裡 從來都沒有這條線過 你知不知道你這世中半年 我有多擔心 我媽也是 他們都擔心你說 對不起 對不起 我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很想你 我也是 什麼 我靠 怎麼了 怎麼會沒戴 沒戴什麼 保險套啊 怎麼可能 你冰箱不都會放一個的 不是要我離開你這半年 我所有生活重心都在用功讀書上面 而且你現在全心全意喜歡你 我放的東西在你身上幹嘛 不行 保護措施是一個承受男人 對一個女人的基本尊重 我 卡斯 我知道你很尊重我 但我希望你現在繼續 無雙 好 美書旁邊就有家便利場店 我一定會用最快的速度趕回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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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氛都破壞了 誰需要你尊重 我需要你屋裡 好不好 好 怎樣 誰剛剛出去就想我了 我還是蠻想你的小雙 學長 對不起 我打擾到你 我都忘了 現在台灣時間很晚 你在哪裡 還有 剛剛你說誰出去了 我跟卡斯在登山 對 我們在登山 外邊在下雨 然後他出去買雨衣了 而且我們剛剛 搭好帳篷 都搭好帳篷 為什麼還好買雨衣 以前在登山社 我不是有跟你說過嗎 東西要事先準備 以備不時之需 對呀 我怎麼忘記了 我怎麼不先準備好呢 你們爬到哪裡了 要攻頂了嗎 攻頂 哦 我們剛剛 我們跟音樂卡斯去買雨衣 所以 我們休息了一下 如果要攻頂的話 可能還要再等一下下 其實啊 你們兩個如果體力不夠的話 就不要勉強了 登山最重要的是過程 雖然不能到達高峰 還是可以挺享受的 不過啦 我也不否認 能夠站在高峰的頂點 那種感覺 很美妙 學長說的是 你講的感覺 我可以體會到 不過說到重點 你交女朋友了嗎 拜託 我才剛跟你分手半年耶 坦白說 你現在要我找女朋友 晚妮可來西藏找仁波切 體悟一下人生陣地 她一直催我壓力很大耶 我又不是男敗群 沒有 因為你是一個好人 所以我希望呢 你可以比我更快 找到更好的鬼獸 離開你之後我才發現 人真的是一個很矛盾的動物 如果一直覺得答案是這樣 就會不斷地說服自己 曾經 我把你當成我的終點 所以我很難放手 現在我知道你是我的過客 就變得容易多了 也許 我在下一個路口 就會遇到我的終點 也說不定 也或許呢 你跟盧卡斯 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那也沒關係 總之呢 各自努力 我要出發囉 等我從西藏回來 再把照片送給你 你記得要收啊 嗯 我的MSN 整天都開著 好 好啦加油 小雙 拜拜 再見了學長 加油 我剛剛得到全世界最幸福的祝福 怎麼了 我覺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有什麼事情我們以後再說 現在還有更重要的事 現在還有更重要的事 你做得了嗎 啊 我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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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做得到